繼續來關心 面對這次解放軍在臺灣周邊 七處的軍演 今天媒體也針對大陸舉行的軍演 形同是封鎖在臺灣的 來這個狀態來進行提問 那麼殷業達的董事長卓同華 他就無奈的表示 就讓大陸來封嘛 沒有關係 大家不要出門就好 同時也無奈的表示 只要這個仗一打 其實大家都死 比如說打烏克蘭 可能就是沒有瓦斯 但是如果大陸來打臺灣的話 恐怕就是什麼都沒有了 而這一次呢 裴洛西的訪台 也見到了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讓全球非常關注 臺灣在半導體供應鏈當中的 關鍵作用 尤其是台積電再度成為 美中技術競爭的焦點 但是時事評論員吳林祥就表示了 這其實讓台積電壓力非常的大 我們來聽他的分析 裴洛西來臺灣 好像把臺灣沒有忘掉 但沒有忘掉就像你剛剛講的 不見得是好事 為什麼呢 因為台積電承受非常大的壓力 台積電是儲人無罪懷必其罪 因為它的半導體的技術 實在是領先全球太重要了 那如果說 我們用技術節電來做分類的話 10奈米以下 台積電可能佔了大概7、8成 如果用7奈米以下 台積電可能佔了將近9成 如果你用3奈米的話 雖然雖然三星前兩天宣佈說 他們3奈米已經開始做了 但是我們業界的了解 就是他良率其實非常非常差 甚至也沒有聽說 有什麼真正的客人給他 所以他找了劉德英跟這個 張中茂來吃飯 再回到這個問題就是 沒有忘記臺灣 但臺灣承受壓力很大 而承受壓力最大 當然就有台積電 所以出現就是張中茂跟劉德英 那將來他回到最後一句話 就是他剛剛講說 我們已經通過金面法案 所以我跟你們會有更多的交流 這個交流有點有點嚇人了 因為是按照美國的國家利益來決定 怎麼跟我們港的日韓台來交流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是啊 當然要 而這一次大陸對臺灣進行軍演 不只假訊息滿天飛 還有包含了政府的官網都被駭客給入侵了 像是外交部的網站在8月2號 以及3號晚間是接連遭受攻擊 出現了癱瘓的狀況 對此外交部今天說明官網癱瘓的原因 2號晚間是遭到境外的網軍攻擊 而3號晚間是執行連線過濾的 內部清洗作業 另外外交部也查到英文的入口網站 還有外交部的官網 2號晚上都偵測到大量的連線 是來自於大陸以及俄羅斯的IP 數量非常的龐大 一分鐘就有達到八百五十萬次企圖登入 明顯是要施以癱瘓外交部的網站 繼續我們要來看到 這個培洛西旋風訪台落幕 但是有臉書粉絲團就爆料了 列出蔡政府是找公關公司 來遊說培洛西多達了十六次 這中間花了多少錢 花費了三百萬的美金 折合臺幣是九千四百萬 結果只換來了農產品 被禁運還有臺海的煙火節 直呼現在是什麼貿易協定都沒有遷到 然後吹噓民進黨有多麼的厲害 這其實讓大家是覺得蠻可笑的 而針對這次的傳聞 其實外交部也是嚴厲的駁斥 表示訪團是美國政府的公費之印 在臺的行程也統一是由美國在臺協會 臺北辦事處來安排 外交部也是從旁來提供行政協助 其實我們來直擊到第一個現場 這個大陸解放軍是對臺實施圍臺的軍演 是不是會影響到港口作業以及漁民出入港呢 對此新竹漁會就表示 但是並沒有禁止漁民出海 但是在漁業廣播電臺 會有廣播勸導要注意安全 而漁民實際上是否有感受到軍演的氣氛呢 我們馬上把時間連線給記者蔡炳宏 好了 主播記者 現在的位置是在新竹南遼漁稿 因為現在解放軍就在新竹外海 約六十公里的地方進行繞臺軍演 那這樣子的軍事演習行動 會不會影響到漁民以及漁船整體的進出 也會不會影響到漁民的生計呢 我們馬上來聽一下漁民的說法 你們平常距離大概多遠 因為我們都在沒有很遠的地方 大約是幾海里 大概四海里以內吧 所以基本上也不會擔心他們軍演會影響到你們嗎 不會 我們也看不到也聽不到 所以剛才海上的狀況其實跟平常沒有兩樣就對了 對 沒有兩樣 一般都沒有做這種漁的 我們比較常怕的就是有演習射擊 我們才會避開 其他的都很少 我們都知道這個影響不掉 好 可以聽到漁民說法是說 其實他們演習範圍的離他們出海的距離 其實是相當遙遠的 因為他們出海的頂多就是三到四海裡而已 所以其實海面上是一切都是風平浪靜的 也不會看到任何演習的船隻 而且更沒有看到飛彈等等射擊的這個狀況 而漁會呢 剛才也告訴我們就是說 其實呢 他們都會在這個漁會的廣播電台 會有做宣導也做勸阻 就是說外海正在進行軍事演習 那要請漁民來做小心 但是呢 並不會去限制 也沒有嚴格去限制說不可以出海 所以呢 其實呢 就算外圍正在進行 解放軍正在進行軍演行動 其實呢 在我們本島的漁民進出的一切都是正常的 並沒有受到這次軍演而有任何的影響 那麼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況 我們把時間鏡頭交給同隊主播 謝謝秉鴻在新主務 我們掌握到第一手的狀況 那麼繼續呢 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是最新消息了 大陸解放軍在臺海周邊的海域 組織實彈射擊 東部戰區也公佈 最新遠端火力實彈射擊的現場畫面 所以從畫面上面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東部戰區表示 今天下午一點左右 就在臺灣海峽實施遠端火力實彈射擊訓練 宣稱對臺灣海峽東部的特定海域 進行了精確的打擊 也取得了預期效果 並且在官方的微博曝光 多張這些火箭發射的照片 最後還附上了示意動畫 總計有標示20顆的飛彈 接著來看到彭博社的記者 今天下午在大陸外交部的記者會 當中來提問大陸舉行的圍台軍演實彈射擊 會讓人聯想到西方提及的中國威脅論 馬上來聽一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的回應 你提出的這個問題呢 是典型的西方的個別人的思維 這個跟中國威脅沒有任何關係 這裡有個根本的是非取直和原則問題 因為它涉及到的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關於有關軍演的具體問題 你可以向軍方去詢問了解 但是我想告訴你 中國已經多次表明了堅決反對佩洛西串台的立場 並且指出如若成形將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利措施應對 一切後果由美方承擔 勿為言之不欲 而另外根據路透引述匿名的台灣消息來源報導 今天上午有多艘的大陸海軍船艦 以及多架軍機短暫越過了台灣海峽中線 消息來源就指出 大約是有十艘大陸海軍的船艦 越過了海峽中線 並且一度停留 另外也有多架的大陸軍機也短暫越過了海峽中線 而大陸國防部剛剛也發出了最新的聲明 發言人坦克菲就表示大陸軍隊說話是算數的 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灣周邊海空域 組織多軍的兵種聯合對抗突擊 以及對陸打擊還有制空作戰等 多科目了針對性演練 組織了精準的導彈還有武器的實彈射擊 就是針對美台勾聯的嚴正正哲 並且正告美方以及民進黨當局 以台制華注定是徒勞無功 那麼遐揚自重會沒有出路 吃麵喜歡吃水餃 總覺得少一味的來 這一罐是什麼 海皇XO干貝醬 直接來這個QR Code 快點購QR Code 來幫我掃一下 快點購QR Code裡面呢 有很多中天嚴選的商品 喜歡的好朋友們千萬不要錯過囉